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人们常常把通过不懈努力 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称之为成功 而齐悦的努力和成功证明了在澳大利亚土地上 只要努力 善于把握机会 敢于拼搏 就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梦想 取得成功 齐悦给人的印象是 既坚强又温柔 聪明能干 而又能让人感觉平易近人 不强势 作为商业实业家 他果敢干练 精力旺盛 敢于面对困难和挑战 齐悦总是愉快的 他说话声音热情 洪亮 笑容可居 兴致勃勃 坦率而不造作 身上有一种能感染人 鼓舞人的力量 齐悦从18岁就离开父母 去南京读书 毕业之后 又资深远赴澳大利亚留学 独自在外学习和生活的经历 造就了他独立的人格和坚强的性格 他到澳大利亚之后 坚持勤工俭学 当他受邀到昆州汉密尔顿岛的一家餐馆当主管时 辛辛苦苦一年攒下四万澳元 他没有只是把这笔钱攒起来 而是抓住机会 全部投资到一家布里斯本的餐馆中 他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只是一门心思地往前走 一定要打拼下去 我来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来的 但是我仍然回去 我什么都没有回去呢 我觉得我反正也走了一圈 也玩了一圈 也看了一圈 也知道国外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并不亏 反正任何事情你就想到最好的一面和最差的一面 事实上 他抓住了机会 他拼了 也成功了 成功经营餐馆所赚到的第一桶金 为他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他从不放过身边的每个机会 而且一旦选择了一件事 就一定会尽全力做好 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他一步步的成功 他说 机会给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是否看到 抓住 并利用好这个机会很关键 只有做到了这几点才能够让事业不断迈向一个个更高的新台阶 起初房地产对齐悦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 一个他从未涉足过的行业 他知道 要建一座地标性的巴拉马达市最高大厦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要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太多 要了解和学习的也很多 他没有想到这个梦想的实现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2007年 齐悦把眼光投在悉尼市最大的卫星城巴拉马达市 巴拉马达市是新南威尔市州政府部门的办公所在地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他买下了位于巴拉马达市中心的一栋二层商业旧楼 在西田商业中心 Westview正对面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当初政府的规划里已经是批的 这里可以建一栋住宅楼 高楼 高楼底下商业上面住宅 那时候一下就赶上金融风暴 那整个澳洲经济就不好 然后银行又不会贷款给你 然后销售市场价格也不好 也低 所以那个时候各方面的压力好像同时就压来了 在这段煎熬的等待期间 他对楼宇规划进行了调整 包括增加商业楼层 由原来的三层商业增加到五层 住宅也将大户型调整为中小户型 大厦建设一直到2010年才开始正式奠基 到现在我们大楼建成了 22个月工期也是很快 大楼建成了 而且在我开盘的时候前三个月就全部都卖掉了 大楼在2013年4月9日全部顺利竣工 这一栋大厦成为了巴拉玛达市的一个亮点 开启了巴拉玛达建筑往高层发展的先端 齐悦给大楼取名叫B1大厦 B1的寓意就是 必为第一 齐悦真诚地说 大楼的建成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他内心有很多感激之情 首先要感谢澳大利亚 在这里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们 澳洲给了他梦想 也圆了他的梦 成就了他的事业 他要感谢中国 感谢中国给了他教育 成长和智慧 给了他一个很强的背景 一种优势 他感谢所有给他帮助和支持的人们 齐悦是事业有成的实业家 也是有责任感的实业家 他积极投入到慈善机构和社团组织中去 无私地服务着社会 2001年 他参加了澳大利亚最大的 也是获得政府税务豁免权的华人慈善机构 澳大利亚华人公益金 成为信托人 这个组织每年拨款约20万澳元 资助需要帮助的人 2003年 他以高票当选 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名义主席 他出钱又出力 开设免费的中国留学生热线服务电话 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新老中国留学生 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 他还多次资助澳大利亚派往中国的 免费眼科手术医疗队光明之行 他说 只要是对中澳两国有益有益的事情 无论是出多少钱 出多少利 他都愿意 现在B1大厦顺利竣工销售完毕 齐悦又把目标瞄准了下一个大型地产项目 悉尼内西区宝货市Burwood B1 Square 宝货市的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正式拿到市政府的许可 开始注册登记销售 这一栋大厦B1 Square是齐悦B1系列大型建筑的第二个项目 他还计划兴建更多以B1为品牌的大厦 我们今天是6月1号在这里盛大开盘 今天非常荣幸跟B1集团有一个非常成功圆满的一个开盘 7月最后说 很多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都有着与他同样的梦想 只要努力干大拼 相信都会圆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